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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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各位 我们今天来拍曼月梅 这曼月梅也是加拿大的一个特产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收割的一个景象 然后呢 这个你看下边 大家看下边 这都是曼月梅 它原来是这一片都是地啊 然后这个曼月梅呢是长在这些灌木的下面 然后呢每年在10月份收割的季节的时候呢 它会往里边灌水 然后呢这些曼月梅就慢慢飘起来了 这个曼月梅呢基本上就是你生吃的话 一般很很酸啊 一般都会做这个曼月梅干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 这边最大的一片曼月梅的田地 然后曼月梅是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了 我看 我看 看是这样的 看 看 看 哈哈哈哈 然后红色的这样 这个没办法吃太酸了 哈哈 我们现在顺这个曼月梅田往这边走一走 啊 这边这个颜色看不出来 你看我们因为现在是逆光 等到对面一个方向 你看这边特别的红 他们现在正在作业 然后呢我会把地址放到下边 然后这是在工厂区的旁边 在离Richmond比较近 然后希望大家尽快来看啊 因为这个收割 它灌水到泡起来之后 然后再收割可能大概不到五天左右 它就要基本上完成了 所以大家都看不到 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啊 希望大家快一点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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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